这一期我们改造了48岁的妈妈Helen 和18岁的女儿CC 哈喽大家好我是卡卡 今天要拍的是久违的素人改造这个栏目 其实我们在图文的版本一直都是有做的 然后前不久我们改造了一个女孩 我们隔壁公司的 大家都觉得改造太好 想看看到底你们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新一期的素人改造 专门拍了一个视频 来记录一下我们改造的整个过程 哈喽 哈喽哈喽 终于终于 对对对 哈喽 谢谢 看了你这么多年 请请请请 一直等着 我是Helen 今年48岁 是一名高级工程师 平时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 现在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符合自己特点的风格 我是西西 今年18岁 就读大一 现在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风格 就是干涉大学 开始的各种风格乱传 我们整理了一些你们发的生活照 你希望通过改造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因为上班其实是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所以我很想在上班时候也能够美美的 美一点 那其实上班时候穿什么 就比较平淡 穿着什么呢 比较随意 大家也都不化妆 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到我现在这个40多岁 也不适合在灰头土脸的 总结一下您的需求 就是其实您还是最想改善在上班时候的那个形象 然后希望是一个更优雅自信的职业的形象 你帮妈妈拍照的时候 你觉得妈妈的穿衣的风格适合她吗 我觉得妈咪她的距离有时候各种性的都特别特别美 当时我确实是有拍照都没有真人好看的感觉 那可能是点技术问题 那你想加强特质是什么 优雅 我来看看你理解的优雅 有图吗 罗马家是里面那个女主 澳大利赫本 澳大利赫本 对对对对 照顾你刚才说苏菲马索 对 苏菲马索对 那你是喜欢她们什么时期 这是我的时尚的感觉 都来自你的工作 这个就因为啥说好我很骄傲 其实我选了一些这个图 是穿衣的榜样 有你很喜欢的苏菲马索 这是简薄金跟她女儿 我觉得她们都是优雅的 且选了很多多技术款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希望改造完是能够让你把原来的单品用起来 而不是好像你要整个换一个衣橱 或者是你现在在这里试完了别人的衣服 然后回去还是回到你原来 对对对 真的很重要的 这个其实是 其实衣服都是那些衣服 把衣品提高 你就能够把整个的质量提高 希望西西是改成什么样子 觉得一个年轻女孩子应该应该很有很有很有活力啊 我有一次她穿的那个风衣都过来 我还说啊哪个女女过来 后来一看是我女儿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点不矛盾 其实衣服本身是不需要有年龄感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身材 其实你们是可以共享衣柜的 我们会觉得好像几岁应该穿几岁衣服 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成见 我们认为好像哪个年龄就要穿哪个年龄的衣服 你希望西西是能够穿得更有活力 然后更体现她这个年龄段的那种青春的感觉 你自己呢 我想要更潮一点 你看这个 这个许久跟妈妈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去看看衣服然后找一下感觉 你可以先把你喜欢单品选出来 我来帮你配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白衬衫 白衬衫 那我们选一件白衬衫 类似的这样的外套 皮是吗 对对 我们不能只选你有的 我想给你选一条裙子 而且是你可能没有试过的 好 搭一个西装外套 对可以 这个有一点点长 好看 这个风格可以 很好看 这裤子有点长一下 哦那是裤子的问题 我们换一个裤子就好了 好 西西你试一下这个 你不喜欢这个 我 我不太喜欢这个香叶子这种颜色 好你试一下 叶克斯 她刚刚一走出来就小声说好看 好我们可以化妆了 我们可以先看优点 你的脸很紧 然后轮廓还非常的分明 把眉毛补齐 眼睛可以上一点点颜色 有个人就会精神很多 这是我们今天改造完的第一个乐 我之所以选这个 其实这套是意料之外的 因为她刚刚一直有跟我强调说 不太想要西装 因为她自己平时也有 但我就说其实不同的西装 穿起来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结合 首先它的颜色是比较清爽的 在我们就是了解需求的时候 她有一直跟我说 我不想要灰头涂脸 所以我想要分 第一个造型就是很清新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优雅呀 然后有质感和轻松的感觉为主 西西就自然为主就好 眉毛也不要画那种大粗眉 就细细的 因为她眼睛是这种长长的比较魅 又比较古典的感觉 你的脸型真的是超磨脸 你之前不是很担心说不想太辣了 竟然有人不想自己太辣了 这小妖 想写猪手 你自己行不行吗 西西刚才很犹豫的 她其实有一点不想穿这件 她会担心对她年龄来说 是不是这个西装会有一点点老气 但是我反而是觉得正因为她这个年龄 就可以驾驭这种黑色的大西装 你们看西西的这个五官有一个很分明的轮廓线 可以驾驭这种就是扩形的西装 搭上这种比较清新的内大 然后就会中和一下 她当时的身材的烦恼是因为她觉得 她的这个胯会是宽一点 通过这个衣服的形状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H形 然后又刚好是遮住了你这里 这条裙子特别有意思 是她妈妈的裙子 如果母女可以共享一个衣柜 那真的是太棒了 以前很少尝试这种短款的小背心 但是其实离心身材非常适合上井下松的搭配 这件紫色的小针织衫 适当的陆服比较甜美 所以我给她搭了西装裤和老爹鞋 综合一下 因为她刚刚在体需求的时候说 她希望自己是比较潮的那种 其实这身衣服呢就是甜美中又带点裤 很适合日常穿 但是又能凸显她的个性 平时也可以照搬这种穿搭套路 哇 你真的好毛条 好看好鲜啊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 别人先锋道路 你穿这身衣服也是超鲜 因为其实你的气质里面有那种 就是比较清冷的那个内面 你的整个脸的轮廓呢 你这个头发 其实是很容易有那种抑郁风情 所以她的这个就是 跟你的白衣服搭配就可以让整个 就是更有趣 更有一点那种不稀的感觉 啊 西西的造型就是很简单 一目了然啊 青春元气 这个跟你刚刚超模那个酷酷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18岁是一个很 各种可能都可以尝试一下的 而且我选了彩色 这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封得住各种各样的颜色 其实做素容改造我的诉求不是说好像我们拍完照就算了 我还是希望就是一是能够挖掘出 就是你们其实本来就有的特质 可能你们之前你自己没有注意到 或者不敢去尝的事 然后第二个就是能够走出 如果你们原来舒适区要尝试这些那么最重要的事 我希望你们日常穿才是舒服的 对 对 我不想要说改造了大变头人 帮你们比较一个人 然后我回到了又是原来的 然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就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视频 对 对 我觉得学到很高兴 那样还抵抗那边 就蛮符合我心中的期望子 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牛仔 很适合我 西西呢 敢于尝试一些吊带之类的 因为之前觉得 要么是觉得不太合适 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不够瘦 然后穿不了 现在就还是会更大胆一点 对啊 我觉得你提供自找几个时间 不用减了 我觉得很健康 健康就好了 对 因为他们当时跟我说 西西想要做改造 因为觉得 可能有一点胖 说成好看了 然后刚才见到她 腰那么的细 我觉得在穿衣服里面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什么 所谓的改造 其实更重要的是扬长 而不是被短 把你的优势 充分地发挥出来 大家就准备看到你的优点啊 好主意 好了 那我们这期的改造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